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徐凯 我打球其实很佛系的 佛系球手 横店其实很小 你运动打球都是在公共场合 所以很多人会看到 其实我也没有天天去打 就偶尔去打 比如说哪一天没有夜袭 收工比较早 那我就会去打球 这是看通告的其实 但是就是大家在传这个视频 还没传完的时候 又去打了一次球 现在好久没打了 因为不再横店了 在北京也是比较忙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打球 而且现在天气北京太冷了 打完球如果不及时去保暖的话 就可能会感冒 我们一般人打球是菜鸟互助 偷偷来呢 随便打一下 出出汗 主要是出汗 我们大家打球也不会说很认真 但这不是说是对体育和篮球的不尊重 我的目的是想出汗去运动 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拍戏 就是大家很认真打 哪里受伤的会影响到一点拍摄 所以也不好 我也很喜欢櫻花刀跟刘川峰 刘川峰啊 我喜欢刘川峰多一点 帅呗 很帅 哪有他们那么厉害啊 他们这么说我可能就 纯属的粉丝的滤镜吧 我有收藏科比一个篮球服 但是没有签名 就是几百块买来的球服 一直挂在家里面 也不是没舍得穿 就是不敢穿出去 我要现在穿一个科比24号去打球 我又打得很菜 那就完了 我自己都抬不起头 因为很多人 就像我最直观的去看人家打球 就是他穿艾弗森的那个号码 穿麦迪的詹姆斯的这些 多少很多人都很有水平的 那我要穿科比过去 我打得很菜那就完了 小学就知道 小时候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想买他的鞋太贵了 买不起了 我就立志说 一定要将来赚钱去买科比 签名球鞋 他准备要退役的时候 我才刚开始去社会上工作 那时候还不是演员 他退役那场比赛 那个票太贵了 就非一趟国外不说 他那个票已经被炒得特别高了 这是可能是最大的遗憾 我能够从他身上吸取到很多正能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 他的精神 他对运动的精神 还有他个人的一个就慢霸精神 他是一个一直鼓舞我 一直去 不管他是球性还是什么样 他的精神 每个行业都能受用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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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对